大家好,全世界使用中文的朋友们大家好啊,现在是9月16号周三的中午了啊,12点18分啊,1218啊,我们要发财还要发两回啊,这个最近啊,这个日本的首相马上要换人了啊,看来可能是简易伟啊,好像原来我们把它读成菅易伟啊,到底是简易伟还是菅易伟啊,不太清楚啊 哪位日本的朋友给咱们指点指点啊,谢谢了,这个安倍啊,下台之前做了几件事,做了什么事了呢,这个和印度双方军队签署了一个应该叫做后勤互助条约吧,这么一个协定啊,这个日印啊,日本和印度之间,一个在中国的东边,一个在中国的西南,一个是太平洋,西太平洋 一个是印度洋,这个对中国也有点是东西夹击的味道啊,很重 一般来说啊,美国全世界谁都不敢惹,那么除了美国之外,需要印度和日本联合起来对付的,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就是红色中国啊 另外,这个安倍还做了一件什么事呢,他还任命了一个日本原来的自卫队的,就是日本军队吧,实际上就是日本国防军啊,换汤不换药 就换个名,任命了一个自卫队的少将,去当了一个大使,去哪个国家呢,非常不起眼的一个小国,但是非常重要 在哪儿啊,在非洲之角,就是东非啊,东非的这个非洲之角的半岛上,尖上一个小国,特别重要,叫吉布提 吉布提呢,就在这个红海 出红海口,进入印度洋,亚丁湾的这个,一个非常紧要的这么一个,紧要的位置上啊,一个战略要地 这个,另外啊,说到吉布提,为什么日本要派一个自卫队的少将去当那儿的大使呢,还有个原因 因为中国,中国在海外啊,唯一的,公开的啊,因为有人说中国秘密的,比如说中国不是买下来吗 事实上是租的啊,因为这个斯里兰卡欠中国的债,中国在斯里兰卡有个港口啊,另外在这个埃及啊,比雷埃夫斯港 也是,中国用信贷啊,或者用债务啊,也是,比如说九十年,五十年啊 我的经营说,这个也是秘密的军事基地 但是呢,现在看来没有实锤的,能够信服的证据 现在唯一的军事基地,一个对外称是后勤补给基地 属于中国海军的,就是在吉布提 那么日本派了一个自卫队的少将,一个将官过来当大使 有可能是海自,海上自卫队的啊 那么海军的,那么更是针对中国的 所以这个安倍做了几件事 而且安倍前两天有一个发言,也是针对中国的 安倍说,说日本的自卫队啊,就是日本的军队要有一个能力 什么能力呢?要先发制人,先下手为强 要对敌国啊,对敌人的军事基地有打击能力 那么 安倍首相啊,安倍晋三做了这几件事 我觉得是他马上要下台了 他马上就要离开政治舞台了 恐怕这辈子也不会回来了 是吧,那么他是给他的继任者扫清了一些障碍 也免得将来反对党,是吧,这个多嘴多舌的 那么这几个动作全是针对中国来的 这次的疫情啊,包括中美贸易战 也让很多国家站队了 原来很多国家的政策是模糊化的 是吧,包括欧洲的一个小国叫捷克共和国也放了第一枪 派他们的参议院的议长去了台湾 并且在口罩上就汇上了一个台湾的图案 而且说我是台湾人 台湾人用台湾话叫台湾狼 是吧,所以现在很多国家都开始站队了 其实呢,捷克呢,说小也不小 是吧,捷克有一千万人口 在这个二战之前 捷克曾经是世界第七大工业国呀 对吧,捷克的这个军工 是吧,斯科达 捷克的重炮 捷克轻击枪 捷克的坦克 捷克也很厉害的一个国家 而且捷克和这个欧盟里边的老大德国的关系 非常的好啊 那么说到这儿啊 我们就不再聊日本的事了 跟大家简单插一下 那么我接着跟大家聊聊 张国焘和毛泽东 这两个人的关系啊 这两个人呢 曾经拥抱过 后来决裂了啊 张国焘后来投到了蒋委员长这边 最后死在了加拿大的养老院啊 张国焘 张国焘江西人啊 这个1938年的4月4号清明节啊 张国焘代表边区政府 代表陕甘宁边区啊 来这个祭典 轩辕皇帝 陕西现在不有个黄 叫黄陵县吗 是吧 轩辕皇帝啊 湖南有个盐岭县啊 祭典的是盐帝啊 张国焘 与这个国民政府的陕西省主席 蒋鼎文 俩人接上头了 然后乘坐蒋鼎文的专车 前往西安 向面见蒋委员长 结果被周恩来 林博渠和李克农给扣住 又押回了延安 第一次跑没跑了 后来呢 没过几天啊 这个张国焘啊 要求脱党 要求脱离共产党 当时那抗战初期啊 他还是 这个共产党也不得不 做出某些姿态啊 某些让步 然后就过了14天 38年的4月18号 中共中央宣布 开除了张国焘的党籍 后来张国焘加入了 代理的军统啊 又悄悄的去了台湾 香港 最后定居在加拿大多伦多啊 79年12月 他死于多伦多的养老院 这个旧金山的英文报纸啊 发了个消息说 中国共产党CCP的创始人 12个人之一啊 是吧 最后一个人 他是这12个创党元老当中 最后一个死的 这个毛泽东和张国焘啊 俩人认识非常早 但是他们俩的交往啊 分歧大于共识 这个对抗多于合作啊 用这个河北白洋店农村的话 叫俩人犯相 是吧 俩人是谁丑谁都别扭 犯相 在开国上将啊 共产党的开国上将 许是有看来 这是一对才能 资历和威望 真正能够互相匹敌的对手啊 在党内啊 除了老毛啊 谁都不是张国焘的对手 一点错都没有啊 这个毛泽东与这张国焘 具有太多的相似 又有着太多的差异啊 他们俩都生在乡下 这个毛家在湖南乡潭啊 极极无名 没名祖上 父母以务农为生 他们家有多少亩地呢 十五亩 十五亩都说实话啊 不论南方北方都不多 每年收六十弹骨子 就是一亩地四弹骨子啊 家庭成分是富农啊 张家啊 张国焘在江西平乡 其实他们都离得不远啊 一个是湖南人 一个江西老表啊 张家是名门望族 张国焘的爹呢 既做官又收租子 还搞一些经营活动啊 又是官员 又是地主 又是商人啊 他们家 其实那会儿 不分什么成分 你在城市里边有房子 在城市里做点事 然后你们家农村有地 有很多人就是这样 你可以自由的选择居住地 你住在农村也好 你住在城市也好 没人管你 不像毛时代 把人分成城里人 农村人 商品粮户口 农业户口 工人 农民 不是这么分的 毛时代 你只能有一个符号 你只能有一个身份 对吧 他便于控制你啊 在过去民国的时候 你有八个身份 没人管你 对不对 他们家拥有多少土地呢 拥有一千弹骨的土地 那这个土地 我就能算出来了 毛家是六十弹骨 十五亩 就是一亩地 是打四弹骨 那张家呢 江西和湖南 地理条件差不多 那张家应该是250亩地 那就比毛家 整整多了 十六倍 还要多 十六七倍 他们家说是地主 但是我刚才说了 用地主 仅仅形容张国焘的父亲 不够全面 然后又说 出席中共一大 十三个代表 到底十二个 十三个 有人说毛泽东 不是正式代表 他就是一个 现场的记录员 他不算正式代表 出席一大的 好几个代表 最后都是汉奸 所谓的汉奸啊 什么周佛海吧 陈公伯吧 好像啊 最起码周佛海 肯定是一大代表啊 出身官宦世家的不少啊 中共一大 其实那些人都不穷 朱德家也不穷 这个邓小平啊 什么刘少奇啊 这都不是穷人啊 像张家那样显赫的和富有的不多啊 俩人都是知识分子 毛泽东是草根知识分子 最高学历就是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啊 相当于一个中专 这个不懂外语啊 那这就差的多了 你不懂外语 你就看不懂外文书 那你的国际事业就不行 他就是还是一个土的秀才 土秀才啊 他的知识主要靠自学啊 那这跟我差不多 我也是自学 这个张国焘 北大毕业的啊 精通英语 还熟悉俄语 在担任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团 副团长期间 能够不借助翻译 与各国代表交谈 那这相当可以了 是吧 你看见了吗 在国际会议上 中国的领导人 你看人西方国家的互相之间 人家上来就聊 是吧 你作为一个欧洲人 你像我就生活在西班牙 那一个欧洲人会两三门 三四门 甚至五六门外语 那比比皆是 当然因为他们都是字母文字啊 大部分还都是拉丁字母 少量的是那个基里尔啊 东欧 俄罗斯这边是 西欧 西欧就是拉丁字母 是吧 其实他很容易学 中国的文字也造成了中国的封闭和落后 某种程度上啊 我是写繁体字的人 我是1989年受台湾人影响 我在康师傅公司工作 1989年我就开始写繁体字 我特别喜欢繁体字 然后呢 俩人呢 毛泽东和这个张国焘啊 都是家里的老大 在父亲眼里都有叛逆的一面啊 毛泽东的爹叫毛顺生 因为长子 就是毛泽东嘛 这个毛润之啊 沉迷 沉迷读书 沉勉于读书啊 误了 这个农活 骂他懒惰 无用啊 说打骂羞辱他 毛泽东对父亲的粗暴采取的是忍耐和妥协的方式 相比而言 张国焘要忤逆的多啊 忤逆 在北大读书期间 与前来探视的父亲叫张进光 进 是那个朝进 是吧 伊斯兰教徒 穆斯林去过麦家的 去过麦家朝进的 回来就叫哈吉 就这个进 朝进的进 张进光 发生激烈争论 情急之下啊 这个直呼父亲的名字 叫他爸的名字 哎 然后被他爸张进光狠抽了一个耳光 就打了一个大嘴巴子啊 扇了一嘴巴 他断然宣布与父亲断绝父子关系 从此老死不相往来 其实是这样 这就是青春期碰上了更年期 是吧 一个上大学的二十来岁的孩子 和一个四五十岁啊 五十岁上下的父亲 也很容易产生矛盾啊 这也很正常 然后毛泽东和张国焘俩人 还都拜了北京大学的教授 共产党早期最高领导人 重要领导人李大钊为师啊 李大钊的儿子应该叫李宝华 也是中共的高干 李宝华还有李宝华在下一代的 在共产党里边还都是高干啊 现在都到了红三代红四代了 毛泽东曾于1919年到北京联系 复法勤工俭学的事宜 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主任的李大钊 为毛泽东提供了在北大供职的机会 让他得以在北大旁听课程 今天有个词啊 叫游学 游学啊 这样的游学生北大就很多 这两年管得严了 原来好多 那教室里边真正的学生都不到一半 我也到北大听过课 这个毛泽东对此感念一生啊 他感念李大钊啊 李大钊就是唐山落亭县的啊 落亭的 有个落亭大鼓啊 有个曲域形式 这个1949年 他定都北京的时候 又回忆起这段往事 感慨的说 30年了 30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而奔波呀 还不错 吃了不少苦头 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 就是李大钊同志啊 在他的帮助下 我才成了一个马列主义者呀 他是我真正的老师 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 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里呢 感谢他啊 不过据说马克思曾经说过 马克思说我自己 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这个话听起来是很矛盾啊 很复杂的啊 背后有深意啊 与毛泽东相比 这个 张国焘 与 李大钊 相处时间更长 所受的教义更大 他称 陈独秀 为 自己 政治上的引路人啊 李大钊 是自己 精神家园的导师 他也被公认为 李大钊的 主要的助手啊 但是 1924年的 5月 他被北洋军阀逮捕后 在狱中 供出了 中共在北方的 11名主要领导人 1924年啊 张国焘就背叛 共产党了啊 他是共产党的叛徒啊 1924年 供出了中共在北方地区的 11个领导人 排在第一位的 就是李大钊 但是啊 呃 当时没有抓李大钊 两年后 1926年 李大钊被北洋军阀逮捕 就是被那谁呗 张作霖 从苏联大使馆里 给揪出来了 然后并且给绞死 就埋下了祸根啊 另外这俩人 还有一个共同特点 俩人都特立独行 哎 这个毛和张 都很有个性啊 都不约而同的 拒绝了刘洋了 1919年 毛泽东出面组织了 数百名的湖南学生 到法国勤工俭学啊 张国焘的英文 俄文都不错 不过呢 他没出过国 这样的话 还是影响了张国焘的 是吧 视野啊 看法啊 这个大局观啊 国际观 还是受一定影响 还是应该实际的出国 真正的到世界各地走一走啊 这毛泽东呢 本来打算与这个蔡和森啊 还有这个向景宇 蔡畅等人一起出国 林上传了 他改主意了 他说 我觉得我们就指的这批左派啊 共产主义者啊 要有人到国外去 看些新东西 学些新道理 研究一些有用的学问 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 同时也要有人留在国内 留在本国 研究本国的问题 我觉得 关于本国的 关于自己的国家 我所知道的 还太少 假使 我把时间花费在本国 则对本国更为有利 他有这个想法啊 不过 人各有志啊 事实上还是出国更好 如果出了国 可能毛泽东不会像后来 发动那么多运动 镇反 反右 文革 杀那么多人啊 可能会好一点 但是也不能乐观啊 好吧 江山一改 秉性难移 谢谢大家